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0到5.1卡时安排 火神上线时间 新角色属性 立会发布时间确定 元神,那塔5.0宣传片要来了 新角色立会安排 7月事件提早看 元神,300队换马 那塔前瞻来了 5.0到5.1新角色安排 新炎盾拐上线 元神,5.0开启100集 新增突破道具 强迫文家打深渊 4.8可获90抽 元神,5.0开启100集 新增突破道具 强迫玩家打深渊 4.8可获90抽 根据时间上面的安排 4.8版本前瞻将会在 7月5日晚间正式播出 除了有300对换马之外 官方还会放出 有关封担版本的新角色 活动,新皮肤等消息 按照3.8版本放出 封担组成消息的设定来看 在4.8版本中 官方也有可能提前放出 那塔的相关内容 不过米家是自有的 先不要擅自期待 后面肯定会有 那塔的正式宣传PV 阿基会持续关注的欧 5.0目前的复刻位置 安排为钟离 另外一个后补位有声贺 莱欧斯利 新角色安排为 水系法系少女 岩枪四星 炒大剑角色 5.1版本将会有 一个岩系陈鱼辅助 火针的上限时间 大约在5.1到5.2版本之间上限 图片大致看下就好 目前距离那塔还有一个版本 卡池安排概率较低 至于有关那塔的消息 个人推测官方会在 7月15日左右放出相关预告 4.8版本的上限时间为 7月16日 这就意味着在前瞻直播结束之后 到4.8版本上限之前 官方就会给那塔预热了 按照时间设定 在同一天 官方也会发布 5.0新角色立会 等到测试服务开启后 玩家就可以见到 那塔版本的角色建模 以及时机展示了 目前来看 玩家对于那塔的 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特别是可以利用 容赖来进行探索的玩法 更是勾喜玩家的好奇心 新版本能否让原神回归巅峰 我们拭目以待 目前原神已进入长草溪 好在4.8版很快就要开启了 有关7月的相关大事件 已经由EOP组统计出来 7月1日 成辉商店更新 玩家可以使用5组的 新神兑换相遇资源和纠缠资源 最主要的是 第二神渊幻想增进巨师开启 手通还有原始奖励可拿 7月2日 下半新活动 飞泵团流二重奏开启 玩家通过活动可获得原始 改进版22泡泡图纸 经验书 武器突破素材 7月5日 4月8日前瞻直播开启 官方放出300对话码的同时 推测还会有5.0版本的大料 7月8日 双倍地脉开启 想要培养角色的玩家 可以注意一下的 结束时间为7月15日 7月12日到13日 原神X6展会 请各位旅行者提前买票 注意时间安排 7月15日预计 NAT版本开始预计 预计会有罗东叶鱼戏那样的5.0宣传片 官方肯定会放出一位NATAR角色来预论的 不过先不要擅自期待 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后续内容 另外 原神XX的联动活动也将在中旬开始 精美周边等你来拿 在同一天 还会有新角色例会 值得期待 7月16日 深境流旋刷新 可获原始奖励 7月18日 4.8分担海岛版本开启 艾梅利埃上线 全新的夏日版本活动 又会给玩家带来怎样的体验 期待新角色的时装 另外一个限定五星会给谁呢 7月角色生日汇总 芭芭拉7月5日 卡维7月9日 九条沙楼7月14日 胡桃7月15日 达达丽娅7月20日 若野医院平常7月24日 可莉九奇忍7月27日 燕飞7月28日 原神4.7下半卡时已开启 根据时间上面的安排 马上就要到4.8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了 这就意味着 玩家不仅可以获得300兑换码 同时还能了解到 风大海岛版本的相关内容 除了剧情外 还会有新时装上线 根据时间上面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7月2到3日 发布前瞻直播公告 预计宣传途中会有Q版调相识 7月5日晚间将会开启前瞻直播活动 预计在这其中 还会有那塔版本的前瞻消息 7月17日 原神4.8版本正式开启 预下载开放后 测试符就将揭晓那塔版本的全新玩法了 还是稍微有点期待的 根据99提供的消息 5.0版本将会上线一位草系大剑角色 水系法系少女体型角色 四星女岩枪 这样来看 还有两个复刻位 还有可能给到钟离或深鹤 大剑类型的角色暂时观望 毕竟抽取玩家相对来说比较低 水法系少女可以期待一下 至于四星岩枪 不会是一暗三吧 按理说应该是个火系角色 而且怎么说也应该是个五星 另外在5.1版本中 又增加了一位炎系成女盾拐 如果真的开服之前上这么炎系角色的话 是不是说明官方要台下炎系角色了呢 有关那塔的消息 各位旅行者先看看就好 先不要擅自期待 时机到底如何 还要等官方来为各位玩家做解答 前段时间一直有消息爆料称 角色将开启100集等级上限 技能等级上限也能达到15集 这刚好契合了技能等级上限为他设置15集 不论玩家如何满命 就算加上公子的天赋等级加1 也只能达到14集 现在又有消息称 突破材料不再是世界boss 而是需要玩家们去刷深渊了 每场深渊满星后才能获得材料 这么一来 深渊想不满星都不行了 这话这波算计的是真好啊 材料要是涉及到了深渊满星 那就意味着角色强度及配对等都得跟上 角色太少的玩家还打不了 少不了BQ的嫌疑 要是天赋突破15集的话 那公子是不是可以将天赋突破到16集 现在想这些也没用 5.0纳塔才会开启角色等级上限 是不是真的就等前瞻直播了 另外就是4.8版本可获得原始 已经有大佬统计出来了 林克党还是一样的少 叶卡党勉强一个小保底 只能说老米还真是初心不变 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限定角色的含金量是远超常驻角色的 人进常驻角色强度往往都是库里狂拉 虽然强度并不惜人 但也有不少常驻角色等到了自己的售后 总算不会被丢去仓库无人问津 卢克勤在计划队中大放异彩 停在你在提巴纳战的一席 勤也有相应的队伍 就算在拉跨的77至少可以作为奶妈重归战场 唯独迪西亚最特别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队伍会要用到迪西亚 主要就是自身机制问题 刚上线那么基本上就是各种整活工具 不止小强的称号真不是盖的 在大世界一些特殊区域还能有所发挥 如雪山 到期的核废水 这类持续掉血的地方带上迪西亚一点是都没有 但配对讲究的不是自己不死 全队减伤看起来挺不错的 但终归还是会死 刷身渊根本顶不住怪物的攻击 而抗打断这块时间太短 还不如终于全程套盾舒服 回味一下你就会发现 迪西亚刚上线那会还能经常看到她的身影 之后就真是无人问津了 就算是使用率方面也是垫底的存在 真会却用她的估计只有萌星了 毕竟真没角色可用 以上就是本期爆料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